好,那首先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CORORACORUS的媒体试驾第一梯 大家早安 那首先要先恭喜大家 就是其实大家都非常强烈 因为也很感谢大家的协助 因为上个礼拜就是我们临时把那个媒体试驾 原本是一天的行程 然后调到今天跟明天 然后大家都能配合就是协助我们到今天来参加 而且我们刚看了一下今天那个可能要擦防晒 所以拍起来应该很漂亮 那所以也非常就是欢迎大家今天来做这个媒体试驾 那要讲的是这台车是我们也是大家都知道 是Toyota的算是神车或者是现在卖最好的车 然后所以也非常想要邀请大家来跟着我们一起体验 他改款之后的一些不同点 那这台车现在真的是 全台湾第一批试驾到的人就是你们了 因为连经销商应该都还没有 对而且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领牌的时间超紧迫的 因为上个礼拜那个颱风两天 对然后你们今天试驾的这一批车是10月1号的发表会 发表会的同时国瑞就在生产 生产出来然后大概就是直接就是拖过来 然后准备 然后礼拜五礼拜五才领大牌 礼拜三跟礼拜四对礼拜三跟礼拜四放假的时候 我们超担心的 因为如果礼拜五在放假的时候牌就领不出来 然后领不出来礼拜一今天就没有办法试驾 因为建立所没开 然后想了超多的那个替代方案 比如说今天请大家晚一点来啊 中午再来啊 然后给大家晚一点 还是什么淋漓式牌 各种方法都想过了就是会来不及 但是还好礼拜四晚上发现礼拜五可以上班 所以今天就可以见到大家 真的是无法形容我内心的那种那个太开心的感觉 那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会邀请我们商品的忌翰 科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台车的一些上市的重点 然后他也是这台车的商品担当 所以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非常欢迎来问他 或者是结束之后来问他 好谢谢 好谢谢那个寓意复理的介绍 那也很我想各位在上礼拜十月一号发表会的时候 可能有看到我在现场出没但最近上礼拜实在太忙了 比较没有时间跟大家在车子旁边好好聊聊 那如果等一下大家在看完这个听完这头影片内容有些问题 然后在取车前我都还会在这边 所以大家可以随时交流一下这些商品的资讯 也希望各位之后的报导跟录出能够都帮我们写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亮点这样子 那事不宜时就开始见了商品重点说明 那等一下我会分成五个主要内容包含外观内装 然后一些新的安全科技配备 还有邮电系统 最后是等级编程差异的一些说明 那第一个就是外观 外观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这一次的设计概念 我想那天发表会其实我们的高桥工程师也有提到 这次的设计概念其实叫做Urban Premium 希望能够把Corolla Cross的调性打造成更加都会成熟洗练这样的一个风貌 所以其实它改变的地方像是在车头的部分 那包含头灯跟尾灯有时候导入一些新式灯具的一些设计 那变革最大的大概就是在车头 我延续刚刚讲到这个Urban Premium的设计概念 这次主要在车头的部分 透过与车身同色设计的一个水箱护照 然后左右两侧也是新设计的一个测器坝 在这个 哎 哎 这叫不要 叫清飞不要打 他可能要线上 帮他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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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绿还是要红呢 绿 绿 绿 来 请说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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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趣的插曲 很开心 我们再回到这个投影片的内容 连续刚刚讲到这个Urban Premium的设计概念 那通过车身同色水箱护照设计 还有两侧新的设计报 让车头基本上看起来是更加宽阔 用这种同色调的设计 然后也创造一些未来感这样子 那当然我想 这个设计其实 其实 也有点类似现在 那个电动化的一个潮流 就是在电动车 快要成为滥伤的这个时代下 还蛮多设计手法 走这样的风格 当然 虽然说Corona Cross 不是电动车 但是 它的设计风格 跟这样子的概念 有点刚好是 不谋而合这样子 那再来 进一步看到这个水箱护照的部分 它这个纹理设计采用的是 渐辨式灵格的一个水箱护照的设计 那同时在上方的这个水箱罩格柵的地方 有搭配一些杜刻的点缀 来提升它细节的一个精湿度 那刚好提到除了这个水箱罩的部分 再来就是 新式的一个头灯组跟尾灯组的一个导入 那这一次我们在 比较高阶的车型 像是油电的起见版 油电GR Sport的一个全配套件 这样子其实有导入一个全新开发的 附有四眼式LED序列方向灯的一个全新的头灯组 那里面其实日行灯的这个配置的造型 也有点不一样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刚好其实也把日行灯跟它上水箱 互照这个格柵 直铺式格柵的造型 连承议器连接起来 也是呼应刚刚有讲到的 车身同色设计水箱罩的这种宽阔感 去做一个搭配这样子 那尾灯的部分呢 则是在唯一这个油电旗舰板 有导入全新的一个尾灯组 那里面多了三道镀铬的一个装饰 可以去让整体视觉效果 呈现出比较立体的一个感觉 那因为可能 外面应该是可能有各等级都有 所以可以取车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有不同等级的一个差异的话 那铝圈的部分其实沿用原本的一个设计 只是在这次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这次外观主要改的是 针对非GR Sport的一个车型 所以GR Sport的车型外观 内装基本上都没有做一些更动 那唯一在GR Sport外观有做更动的 算是比较明显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铝圈的涂装 铝圈的涂装 其实原本的GR Sport的车型 采用的是中间这一颗 双色切削18吋的一个铝圈 但是在借由这次这个小改款的这个时期 在GR Sport版本 把铝圈的涂装变成了这个熏黑式的 最右边这个涂装 那它的造型其实跟中间是一样 那它的涂装是不同的 那其实也透过这种熏黑方式的手法 去呼应它GR Sport要传递 传递比较运动化的这个风格 那其实也蛮多 Toyota旗下这些GR相关的车型 它的铝圈搭配也都是全黑色的 比较有家族化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这一次在小改款的同时 在Hybrid的这个油电车型 也导入了这个Beyond Zero的家族灰式 那其实我们在当时Prius Plug & Hybrid 大改款的时候 应该是第一次导入这个 全新的这个家族灰式 那当然各位应该也知道 之前丰田有提出说 未来要达到碳中和这样子的一个愿景 那也是基于这样子的愿景之下 去重新设计这种新能源车 不管是油电车 电动车 插电车 甚至是FCEV这个燃料电池车等等 都去把这个明板重新做一个调整 从左边这个圆形的 然后搭配右边这个动力单元的符号 来去代表说是未来要传递的一些 各新能源动力类别的一个名牌的形象 那左边这个圆形它其实代表的是地球 它其实代表丰田原厂想要守护地球的一个承诺 是这样 那右边就搭配Hybrid Plug & Hybrid等等 这些动力单元的字样这样子 那今年5月我们其实Artist也上市了 这个GR Sport 2.0小改的这个版本 那那个时候其实也把这个一般版本 Hybrid的车型 如果各位有注意到的话 其实也把这个Hybrid 比较之后家族的灰石给换上去了 外版色的部分这次并没有做变更 在一般的车型提供6个外版色给客人做选择 包含白银灰黑 然后蓝耀灰跟炫魅红是两个比较特殊的颜色 那此外呢在GR Sport的这个车型 虽然说刚刚有讲到外观内装 没有做什么太大幅度的变革 但是这一次在GR Sport车型 有导入一个新的外版车型 奔放蓝 多一个奔放蓝的一个车色 可以给消费者做选择 所以移动车数5个 那讲完了外观的话 我们就进入内装 内装的部分其实这一次在Corona Cross小改款 是着重在一些细节质感上的提升 那首先呢就是在车舱的一些缝线 缝线的质感有做强化 其实原本在小改款前的Corona Cross 它这些缝线素它是采用压出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严格上来说不是真的缝线 就是如果各位有摸过的话 应该可以感受出来 但是在小改款之后 把这些地方就是真的改为真实的缝线 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细节强化的部分 那再来呢 我们这次的小改款的Corona Cross 一样提供两个颜色的内装 一样是黑色跟红色 但像是它的配色的布局都有做一些调整 之外 首先是在椅背 上背部接触的部分 导入了一个咖啡色类脊皮的一个材质 去增加它座椅上面 也是立体层次感的一个变化 在前座跟后座的椅背 上背部都有导入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那黑内装呢 刚刚讲到配色布局上有做一些调整 虽然说是黑内装 但是其实里面也用了一些咖啡色的设计 去呼应它这个咖啡色类脊皮 试条的一个搭配 那包含像是四个门的扶手 还有中央扶手 都导入了咖啡色调的一个设计 那我想其实这样子的颜色搭配 也是呼应到最一开始的开发概念 Evern Premium 比较都会这样子的一个风貌 这是黑色的部分 那红色呢 那红色部分基本上就是在座椅方面 全部采用红色 但是跟现行款 就是小改款之前的COROLA CROSS 所搭配的红内装 不一样的配色的地方 就在于说 原本改款之前的COROLA CROSS 红内装 第一个它色调是比较亮一点 然后再来它的配色的布局呢 则在中控台的上方 跟门片的上方 其实都是用红色包围起来 但是这次在小改款的红色内装呢 其实相对就比较内裂一点 在我刚刚讲的这个地方 其实改用黑色的铺层 所以它红内装就剩下的椅子 还有跟刚刚黑色内装一样的颜色地方 就是门板的扶手 还有中央扶手 也是采用红色的这个色调 来采用红色的色调这样子 一个设计跟搭配这样子 那另外在隔音的部分 其实有做一些强化 第一个就是在油电车型 在这个影厅下部板的内侧 有追加隔音材 另外部分油电跟汽油车型 全部都在尾门市板的内部 有多一个隔音的材质 是VM专利的那个心血力的一个材质 去强化整个车室内的隔音的感受 那接下来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安全跟科技配备的导入 那首先就是可能市场上敲碗许久的 这个电子手扎车 有EPD跟AUTO HOLD的导入 那这次也在COLA CRUSH交该款上 把全车系导入这样子一个配配 变成是标配的一个东西 那也是提升整个驾驶操作的一个便利性 还有科技感受 那此外呢 我们也导入了这个12.3寸的数位仪标板 那一等级有一些不同的搭配 那现在我们刚好就有三款仪标板来搭配 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 左上角这个是相对比较入门 比较传统的一个设定 它是一个双环的仪标 在最右方有一个长方形4.2寸的MID 那左下角是原本在小改款前 比较中高阶的车型有搭配了 这个7寸全彩式的数位仪标板 那右上角就是这一次所导入的这个 12.3寸满版的一个全数位仪标板 那搭配的等级就在右下角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还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那这个仪标板其实就支援大概四种不同的风格设计 然后三种呈现的方式 就可以让驾驶者依照他可能想要看的资讯 或是他习惯的方式 就做一些微调去强化一些 个人专属化的这种操作风格的一个设定这样子 那另外也在这个比较高阶的等级导入了这个RCTA 后方车测警示系统 然后提升导车时候的一个安全性这样子 第四个要提到的是油电系统的强化 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这个 虽然我们维持一样的动力单元配置 汽油跟油电1.8升的 但是在1.8升的这个油电系统里面 从涅氢电池提升为了锂电池 那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当然就是说 大家也知道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是比较高的 那可以实现小型的轻量化 所以透过导入了这一根锂电池 让车重有变轻 在油电车型上相较于现行的Corolla Cross 那此外呢也贡献了油耗的一个表现 原本的这个Corolla Cross的油电板 它的测试值是每公升可以跑21.9公里的油电的车型 但是在小改款因为换上了这个新的锂电池之后 它可以一举提升到23.5公里每公升 所以其实它的节能表现又在进一步的提升 收惠于锂电池的导入 那最后是等级编程 那等级编程部分 其实可以透过这张表快速 让大家去看到说 这一次的这个等级编程 还有里面的配配差 跟现行的款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首先当然是刚刚有讲到的 我们这次在小改款全车系 全等级都标配了这个EPB 还有auto hold 电子手下车 跟这样子自动订车的辅助系统 那也因为导入了EPB 我们的这个ACC 其实就有支援到 付Stop&Go这样子的一个机能 然后再来就是油电车型 刚刚有讲到明版的更换 那除此之外 我们的等级配置 其实跟线号是一模一样的数量 那在汽油车型 其实有三个等级 那油电车型 其实是有四个等级 加一个选配的套件 那如果以汽油车型来看 那豪华这个等级 其实就是增加 刚刚前处讲到的一个配备 那在尊爵的这个等级 就增加了这12.3寸的数位仪表板 那GR Sport的这个车型 则是不管汽油油电都好 都换上了刚刚最前面有讲到的 这个熏黑造型的一个铝圈 那油电车型的逻辑 其实跟汽油车型也是相仿的 在尊爵方面 就是导入了这个12.3寸全速的仪表板 那GR Sport的车型呢 除了刚刚有讲到的18寸熏黑铝圈之外 也多了一个12.3寸的全速的仪表板 那原因其实也是因为 其实之前的这个仪表板配置 在油电的车型 大部分都是采用7寸的一个设定 那相对增加 比较多配备的就是在比较高阶的这个旗舰版 可以发现到它 它有导入了这个全新LED的这个头尾灯组 那12.3寸仪表板 RCTA后方车色的检视系统 那唯一调整掉的一个配备是 脚踢感应的电动尾门 它一样有电动尾门 只是我们取消了这个脚踢感应 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是这样子 那GR Sport选配套件的这个方面呢 基本上也跟旗舰的设计 设定逻辑是很接近的 包含它导入了这个全新LED头灯组 那之所以没有这个全新的这个LED尾灯组 是因为其实GR Sport车型的这个尾灯 它都是这个熏黑的设计 所以它跟一般版本的有点不一样 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GR Sport 它这个全配套件的这个方面 就没有导入这个全新设计 有三个镀铬双次的这个全新尾灯组这样子 那其他等级配备我想就 各位可以参考手边的资料 我就不再赘述 就是汽油有三个等级 油电三个等级 那另外GR的话就是汽油跟油电 都有各一款这样子 那另外油电还有上面有一个GR Sport 一个选配套件 那重点小结一下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Corona Cross的小改款 可以主要分成归纳三个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洗練的造型 当然就延续刚刚讲到这个Urban Premium的设计理念之下 透过车身同色的水箱护照去打造出 更加度会现代感的前世车头的风貌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科技的进化 那除了导入EPV Auto Hold之外 也多了这个四眼LED的序列式方向灯 十点三吨的数位仪表板等等 去提升整个小改款Corona Cross 传递出来的一些科技缝毛 最后则是质感的提升 在细节方面刚刚有讲到 在内装上像是缝线的质感啊 座椅装点的这个类类皮 四条的细节啊 跟服务一些工程隔音的强化 提升乘坐车舱的一些质感 以上是这些刚刚讲到的Corona Cross小改款 歸纳出来的一个三大重点 那以上大概是这一次我对Corona Cross小改款 稍微的一些介绍 那接下来请加贵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问题 或是我刚刚有没有讲不清楚的地方 请说 那选配套交价多少钱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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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是这样 我有去退一下那个人退就好 看那个整个车重的部分 没有错 那个后来后来有在更新 所以那个数字后来又在更新 哦哦哦哦 所以现在官网是最新的 对官网是最新的 谢谢 那油电器的所感 其实其他PC、IC也有变化 其他周边搭配其实也都有更换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其实我们之前在内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 也有行销商的通人问我们说 诶那我那个我限号的车款有没有 万一我原本列清电池坏掉了 我可不可以直上直接换一颗锂电池 那答案是不行的 就是他其实周边都有做一些搭配 它是整套系统的概念 所以不是只是单换锂电池而已 它其实软件啊什么都重新设定做一些调整 但是还是换第十代油电器 对还是第十代 它并不是THS5 它还是TH10 没错 他这样换锂电池之后的那个 驾驶上它通放电的速度会差 理论上要比较好 但是因为原厂并没有特别释出给我们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手边并没有这个资料这样 是 那上面说的离电变小型化的话 空间又涨出来了 是一样的 对车内空间其实它 大电池配置的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车室空间维持的是跟信号一模一样的 它在里面的空间变小 但是它并没有长出来在外面这样 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就如同刚刚一开始所报告的 我都还会在这边 所以等一下那个家会说明完 那个一些建议的事程路线之后 如果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手边的资本资料 或是之前可能一些现场一些内容 有不清楚的地方我都在这边 各位可以在那边来做一些交流 这样子 都请家会说明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建议事程的路线 那今天的流程我们等一下这个活动说明完之后 就会在外面放车 然后我们今天的午餐是准备在新竹席来等 那是自助餐 所以在11点半到12点这个期间都可以用餐 那建议大家是最晚的1点半到 这样比较有充裕的时间 那在今天5点的时候 我们就一样回到新庄园区这边还车 那如果说有停车在外面的媒体朋友 我们工作人员会再提供停车金 那记得在活动最后要跟什么工作人员领取 好那这边是我们有先找了几个在桃园还有新竹的建议的地方 所以如果还没有决定说要今天要到哪里拍摄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六个景点 那在大家的那个双搜资料里面也都有 这边就不贵述 那照着这个路线的话 午餐就可以顺道在我们新竹席来的这边用餐 好那接下来这边展示的是大家的试乘车的编号 那等一下我们活动结束的时候 请到后面后方这边帮我们领取钥匙 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 就在后面后方这边领取钥匙 那钥匙上面也会都有各位的编号 那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出这个门 然后在外面的停车场这边领取试乘车 那我们今天是五点还车所以要请大家记得 那刚刚应该大家都有领到这个中午午餐的餐卷 那如果说有同事没有在现场 或是说等一下会一起出席在那边的话 可以先跟我们领取或是我们中午在喜来的那边 也会有工作人员协助大家 那过程中如果有商品或是说活动整整流程的问题 都可以随时联络我没问题 那预祝大家今天的市场活动顺利 然后再开车也请帮我们有小心 谢谢那请大家会面领取钥匙哦